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我今天就看了一篇報道 這篇報道其實就是訪問一個藍店的老闆 他宣稱自從公開撐警以後 他的生意跌了至少有三成 我們一起看看到底老闆的說法 以及故中的原因究竟是為什麼 最後就分析一下為什麼這個藍色經濟圈搞不起呢 我們逐一去看看 其實這篇報道的受訪者 就是藍店空姐牛肉飯的老闆 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聽過這家 他就說到早前在Facebook發聲 他就表示自己曾經身為空姐 沒有辦法忍受在機場裡有 旅客和大陸的記者被人回答 他就形容那些示威者是恐怖分子 他就宣稱反對暴力 以及支持警察 自此之後 他的店舖就被人標籤成為藍店 他就覺得自己的店舖被人標籤成為藍店 是非常惡然 認為吃東西不應該區分政見 他怎麼說 他說很無聊 是不是每個動作都要看看哪一間店是藍 哪一間店是黃 這樣做人真是辛苦 而且他就認為自己的言論已經是相當溫和 完全不算激進 到底他那間店舖的生意跌了多少呢 根據他自己所說 之前他主要是做年輕人的生意 但是比例上一直都是學生佔多 自從他的店舖被人標籤成為藍店以後 生意額跌得非常快 那些學生收到風就馬上不去光顧了 他就說很幸運 有一間網媒叫港人港地馬上去訪問他 之後就說很多藍絲去支持 但是整體來說 生意都是少了三成 大家留意 這是重點 自從他被網媒、港人港地 甚至乎很多華記等等 生意整體都是下跌的 你對比龍門、冰室 他一樣是排長龍 這個已經是差很遠 市民就用鈔票來投票 第二個重點是什麼呢 他就說 藍絲沒有構建藍色經濟圈的想法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們的思維跟黃絲不同 沒有這種想法 就覺得這種想法十分之有志 不是說不可行 但是沒有這個需要 就覺得香港人不應該這樣分化 分成兩批 不願意見到這樣 這就提到兩個重點 第一 就是生意額下跌 就算有藍絲去光顧也好 第二 就是他們宣稱沒有這個藍色經濟圈的想法 實際不是沒有 是因為搞不起 我們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這個藍色經濟圈 是永遠永遠地搞不起 第一 黃色經濟圈的起源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就是要對抗高壓統治和警權的迫害 反抗暴政 黃絲站在雞蛋那邊對抗高牆 藍絲站在高牆那邊對抗高牆 藍絲站在高牆那邊對抗高牆 對抗高牆 所以來說 你本身是依附這個權力 你是撐警 黃絲本身是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這個信念是什麼 就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就是所有非建制派的人最大的功因素 哪怕有些人 他們的想法有不同也好 總之大家對於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就是一個共識 就是大家都認同這個信念 而這個信念正正就是超越了金錢利益本身 所以促使了很多黃絲 是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 包括去遠一點的黃店 或者在黃店門外排隊 這些是付出的 除此之外 還放棄了一些本來他覺得更好吃的食店 他就不去 而是選擇看這個apps 再選一間黃店去光顧 這個其實是牽涉到一份共同的感情 這份共同的感情就是建基於身份認同 待會我們就會說到 但是藍絲你有什麼共同的價值呢? 你們的共同價值就是金錢的利益 眼前的利益 以及私人個人的利益 所以你們支持藍店 就算有人在網媒一報導也好 為什麼他們選擇不去呢? 就是因為用口去支持 口爽荷包立 一路口喊支持 然後掩著荷包 就是這樣 沽寒 是嗎? 第二點 為什麼這個藍色經濟圈永遠搞不起呢? 因為黃絲經濟圈也好 黃絲經濟圈也好 其實他是一個香港人團結的象徵 正如我剛才說到 是牽涉到一個身份認同的議題 絕大部分的黃絲 他的身份認同 都一定是香港人的了 根據一個最新的民調 就是由香港民意研究所 在這個月初來做的 有五成半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兩成二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 一成一 香港的中國人 只有一成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個分野就非常之大了 好了 基於這個身份認同 那些市民 包括黃絲 全部團結起來 互助有愛 產生了一種共鳴感 而這種共鳴感 就告訴大家 黃色經濟圈 其實就是一個屬於香港人的經濟圈 那你如果是藍絲 藍絲當然就會怎樣 就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沒有說所有藍絲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有些可能都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但是主體來的那些人 就肯定說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他們很喜歡開口 就告訴別人 你是不是中國人 你是不是漢奸 他們最喜歡說這些 他們一定是身份認同 就是和黃絲有區別 這就是黃絲和藍絲的身份認同上的區別 好了 大家都知道 黃絲有些示威者 在藍店門外噴什麼 噴他奶共等等 而市民對於紅媒來說 是非常反感的 就將那些播放紅媒的店舖 歸類成為藍店 這也是身份認同的象徵 代表我不認同你這個店舖 你播放的電視台 而你這個電視台正正是播放親中的言論 既然藍絲的身份認同是中國人 他自然不會搞得起一個藍色經濟圈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本身已經有一個紅色的經濟圈 而這個紅色的經濟圈 就是由國家的資本來做主體的 根本上就不需要藍色經濟圈 是沒有需要你這個經濟圈存在的 因為其實大陸政府也不會鼓勵有這個經濟圈的存在 這就引伸到第三點了 藍絲也好 那些幫大陸做打仇的人也好 其實他們在香港只不過是一個過度性質 最終都是會被根正苗紅的紅絲代替的 所以藍色經濟圈一定不會搞得起 大家都知道 中資的企業在過去的二十多年 就不停在取代港資的企業 無論是通過一些合併收購等等 最終實踐一件事是 最近已經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國進民退 既然這是國策 那怎麼會讓你搞得起這個藍色經濟圈 讓你的小店有得發揮呢 大家再看看 在九月的時候 路透社有一篇消息登了出來 他就說到 在深圳一個由國資委主辦的會議上 有官員要求國企加大在香港的投資 加大投資的範疇是涉及多方面 包括地產業、旅遊業等等 表明要為香港市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穩定金融市場等等 而根據這個消息就說 這些國企除了被要求入股香港的公司以外 還要求取得這個控制權 要能夠參與到日常營運的決定 有一名國企的代表就向路透社說 香港的商業精英絕對是做得不夠的 他們大多數不屬於我們的一份子 即是中環的精英 就不屬於根正苗熊的一份子 所以你根本上中資的企業 就正在取代港資的企業 有這個趨勢的 藍色經濟圈當然不會搞得起 沒有這個機會讓你搞得起 而且大家看到 那些香港警察也好 那些所謂建制派也好 根本上都是過度性質的 遲早就會被一群真正根正苗熊的人取代 這群人是甚麼人呢? 就是主要由港漂、尊財和受同鄉會控制的新移民 來組成的 這群人才是對於中國最忠誠的 舉一個例子 葉劉的新民黨最近就滅了黨 那為甚麼他完全是一直都沒有呢? 除了葉劉本人得不到民心 或者他比較受到群眾的厭惡之外 其實他的黨根本就不是根正苗熊 要救也不會先救他 而且他所提拔的新人當中 主要都是由香港人來構成的 大家再看看其他親中的政黨 包括民建聯也好、工聯會也好 他有多少個區議員 其實是由九七之後才下來的 其實大家是可以統計得到的 事實上是有這些人 九七之後才拿到身份證 但是已經是做到區議員 是當選過的 當然在今屆很多就只是落選了 而葉劉本身就不是一個根正苗熊的人 你是由政務官出身 好話不好聽就叫做港英如孽 但是現在你還在官場做 所以就沒有被歸類為港英如孽 但是你始終不是他們自己有的一份子 你是他們自己有的很外圍的政黨 所以要救也不會先救你 所以你一直都沒有 他不會介意你這個黨是被邊緣化的 始終是民建聯和工聯會才是他的的系 所以你這些都不是根正苗熊的 沒有所謂 你被人取代了滅黨 他就派人去佔領你的地盤 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些人的下場 葉劉新民黨的下場 其實就是香港警察和那些 拆鞋子建制派的下場都會一模一樣 最終就是由真正根正苗熊的紅絲來代替 所以藍色經濟圈是不會搞得起 只會有紅色經濟圈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祝大家冬至快樂 拜拜